我想right后面是从右边算过来的字 所以这里的话插入函数里面 一样找到那个right函数 打一个ri就可以了 我的习惯是这样 直接打上去right 然后呢 比如说我要取的是这个 后面的五个 然后直接就可以押esale 可以往下填满 其他的部分的话呢 再来做修改 修改的方式的话 我习惯是点一下这个插入函数 那看要几个就几个 比如说要改成4 然后按确定就可以了 那这边要改为3的话 直接或者直接认识四边直接改一下也可以 那主要是参数的修改 记得在这边改的话 直接按打勾 打勾就可以了 再来的话呢 区码 区码用lab 这个地方我想lab 然后呢 电话号码就是right 所以lab是2 right是多少 8 所以这地方的话 我想这比较简单 请各位自行完成 接下来的话len len len部分的话 这个地方长度 那升跟字号应该起码 10码 所以我们可以用那个len lamb的一个函数 打一个le 快速打一个le 然后往下找一下 lamb 那你会发现它很简单 一个参数 就是给我字串就对了 按确定之后的话 告诉你这个字串有几个字 OK按确定 往下填满 就可以查出来有几个字 那当然请各位 这边旁边也可以练习一下 比如说是否正确 这个地方的话 是否正确的话 那我们假设我们也是稍微复习一下 刚刚的那个if的逻辑 if的逻辑 这些函数其实用的非常的多 也一定要非常的熟 比如说 这个地方如果要判断是否正确 那你可以再加一个是或否 OK那这边的话 把它把它自重一下 打勾一下 然后这边把它自重一下 OK 那是否 比如说输出的话 这几个都是是否 那我们要怎么判断呢 一样这边插入函数里面 找到最近使用过的if 最近使用过一符里面的话 那逻辑的部分就是说呢 如果这一个它等于10的话 等于10 等于10 特别是哦 10是一个数字 所以不要加双引号 OK 然后呢 如果这个地方的话就填为是 反之的话就是否 OK是 然后否 反之就是否 OK 好那这样的话呢 我们就直接按确定 那往下填满 诶 这样就完成 判断的 有没有 根据 那当然你也可以把这个也加到if里面来 然后你可以把c3的部分 这边长度再加一个 加进来这个公字也可以 那性别部分的话怎么抓呢 第几码 第二码 对不对 那我要怎么知道它的性别 那第二个字 对不对 特别重要 我这个地方 应该在mid里面做才对 mid里面做 那mid里面 我比如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